中南海风云突变习遭暗算,四大信号不一般,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后,中南海风云突变,特别是近日接连发生多起事件,都与习近平有关包括各地急撤习近平画像,怀国风道歉救闻虫草,梁家和研究项目被叫停等传闻,以及央视新闻联播事故外界猜测,这四大事件背后释放出的信号,非同寻常, 预示着中南海内,仍然涌动着前斗暗流,习近平有可能再遭暗算,才导致了这种诡异局面广告,摘习近平画像7月13日网传,中共中央办公厅,随后下令全国撤下习近平个人的画像,以及含有习近平照片图像的海报,宣传屏等,中国多地官方同时要求各单位不要张贴习近平画像,已经张贴的虚紧局, 撤下如北京一物业管理公司通知客户大厦,各单位立即撤下习近平照片及海报,东莞市政府则要求户外广告,不得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 苹果日报从北京消息人士那里,得到证实要求撤除的指令,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对于当局要求撤除习近平画像和纪念品的原因目前尚未明确。 外界推测货与泊墨事件,有关湖南诸州女孩董瑶琼,4日在推特上进行直播,他在上海海航大厦前向习近平画像泊墨,并控诉自己受到了脑控。 随后他被公安带走至今情况不明,不过摘习近平画像是否与泊墨事件,有关目前不得而知梁家和事件此前的一天7月12日,有报道称,陕西省社科联发布的梁家和大学问研究课题,被官方紧急叫停。 叫停原因并未披露大陆自由职业者荣健说,有朋友特意去陕西社科联网看,梁家和大学问项目公告,果然没了荣健表示,现在中共各地省委书记陷入拍马大赛,陕西省的省委书记是不是要出来做个说明? 梁家和这么大的学问,为什么要叫停6月21日?陕西社会科学网发消息称,陕西省社科联金研究决定,开展梁家和大学问课题研究,涉及17个选题方向。 该选题发布后,陕西部分大学在其官网公布了关于申报梁家和大学问研究课题的通知,据悉,研究课题把习近平7年的梁家和知青生涯与习近平思想的各组成部分建立逻辑关系。 目前相关课题已经从陕西社会科学网和陕西省社科联官网撤下,一些新闻链接也消失了,同时陕西部分高校发布的课题链接,也显示已撤销了。 至于背后原因尚未明确新闻联播事故,12日淡晚,还发生一件诡异事件。 央视播出的新闻联播节目开播后,第38秒一位背对镜头的黑衣人突然出现在画面中,向主播递上一份新稿件后,离开这个意外的画面,被直播出来,令外界大改讶异。 随后海外有舆论称,发生黑衣人事件的,当晚中共央视播报的新闻对习近平的称呼,也省去了国家主席、总书记、霍军委主席等前缀称谓,而改为直接称习近平。 按中共以往的宣传惯例,官媒在报道与最高领导人有关的新闻时,前面都会有相关的称谓。 而党媒这次裸申报道习近平显得极不寻常,党媒罕见炒作华主席认错,还有一件引起舆论关注的是,不久前的17喉舌纸媒,人民日报头版,罕见地没有出现,有关习近平翻个字的标题。 而李克强成为标题有分析认为,这背后释放出的信号不寻常,更诡异的事件是11日,新华网突然转刊中共党校旗下学习时报的旧文,谈及已故中共主席华国锋认错仪式,引发网民疯传这篇文章。 一开始便讲述,当年有人向中纪委反映了华国锋的三件事,被时任中纪委书记黄克成认为,是搞个人崇拜华或西后,承认却有其事并做出处理随后。 纪委会议决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中共首脑画像,以肃新个人崇拜的影响。 有人质疑新华网现在把华主席之错就改,拿出来说是什么意思,是希望谁用华主席做镜子,不过目前新华网,百度,新浪微博都已经搜索不到这篇文章,只能零先搜索。 到几条2015年的原文报道,对于新华网为什么突然转发一篇就文舆论感到惊讶,不少观点认为是转给习主席看的四大事件,是权斗案涌而上述,接连发生的四起大事件。 外界认为释放出信号,不寻常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正值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之际,新华社转发上述就文的前一天,美国再次启动了2000亿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程序。 而舆论早已发现针对中美贸易战中共党内,一直权斗案涌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前夕,北京当局释放出两种不同的信号,一方主张中美不打贸易战,另一方则强硬扬言不惜代价奉陪到底,以牙还牙等。 有海外中文媒体说,北京群内人员称,针对美中贸易战王岐山、刘鹤、汪洋、胡锦涛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但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与美开战。 然而最近形势越来越明朗,双方开战中国经济,有极具恶化,甚至崩溃的可能因此习近平下令紧急压制保守派与党务大员民族主义的喧嚣,宣布进一步开放门户,打出了白旗,因中国经济形势风雨飘摇,根本不堪一战。 就在贸易战交火前,一刻7月6日早些时候,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习近平告诉属下,必须小心应战,避免国家的改革开放道路出轨。 有中共高级官员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共党媒给美国制造了口实,惹过不小这名官员,愤怒地对中共党媒的宣传报,导方是进行了批评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第一枪的当天香港01采访多个中共外交,经济等领域的匿名官员。 他们均表示,习近平无意挑起贸易战,一直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引发贸易战的主要责任也不在美国,而是中共内部部分官员。 这些匿名官员还特别点名,中共党内部分官员和一些媒体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曲解习近平战略思想。 应对中美贸易战副首要责任时评价陈破空评论说,这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很可能是习近平的人马。 他们显然将矛头指向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官员上,到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下到中宣部长再到各地宣传官员,及包纸媒体等等。 习有可能要向宣传系统问责。 最高主管就是王沪宁评论人士唐浩说,目前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脆弱,在国际上,又被孤立,难以承受美方强大的经贸施压。 如果长期交战,不仅可能造成制造业出走,产业转型受挫,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危机,还可能让中共政权陷入危局。 唐浩说,尽管大批左派贪官被拿下,但这个巨贪黑帮的帮主,江泽民和曾庆红,仍逍遥法外头目不除。 江派黑帮并未瓦解他们协同其他极左势力,将趁当局挫败,无力之际发动政变,亦护打着讨伐贸易战败经济动荡之名,进行决定反攻实现复辟。 同时我忘了解说,要出乎免遥为格架成�ow你彻的居大自 myster喻的人权比业 database, 清水那 mult官被袁发动了再ゴール换ением正期应该做非常do女性跨的风飞, unpleasant Committee换 Trinity' 我赶您意,请留 senses一天恶旨的前往前雾&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